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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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家》《莫家拳法》 《痴心向武》《方便名师》《迎您早成》 《尤金颓法》《脚如利刃》 《花迷跳剑》《独步武林》 《后来参加农民运动》 《战斗中被炸药炸断了左掌》 《特遇其人点画》 《经药酒跌针翠打》 《断掌左臂练得有如刚出猛力》 《无坚不摧》 《江湖人称三角虎》 《三角虎》 十几岁便在父亲身边指点师兄弟 十五岁出门教权 所经比武无数最善健身攻防 一首《阴阳谭剑棍》更是玩得出神入化 于海陆丰一带颇有威名 四十年代末故人相邀 刘远程携师弟前往湘江教权 初出登陆在三角码头 人生地不熟的刘远程 刚来便与码头帮发生了冲突 码头帮有一帮好事苦力结成 一个个彪悍如牛 最喜欢欺负生人 没等刘远程放好行李 一群赤膊苦力 拎着扁担铁钩汹汹而来 却见刘远程也不焦急 与师弟拉开半人距离 背身一前一后腰马一沉 弥宗跳剑 拾起巧手盖天滚地 乱军推进有条不紊 硬是在百多号苦力猛人中 杀开一条深路 连码头帮老大都敬佩不已 亲自李送到九龙城寨 落脚九龙城寨 刘远程最先只是做私人教练 都是故人老友介绍过来的熟客 然而要在九龙城寨立足 谈何容易 到处挤满了一名难民 油条老炮砸出其间 虽说鱼蛇遍地 更有虎聚龙盘 江湖人不枉操钩 暗中化石 刘远程在九龙城寨 做武术教练 先不说有没有上香拜神 在江湖人面前要耍大刀 看不顺眼的 可是多了去了 刘远程刚来没多久 骗在街头 被数十名壮汉 劫住去鲁 月黑人迹 刀影僧僧 十余年的魔装搭扣 散手队练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人逢刀剑之中 将蔡木派的实战能力 发挥掉淋漓静止 眼准 不活 手快 脚狠 呼如风吹洋流 呼如车管斩刀 力透筋骨关节 直击人体要害 人群中惨叫不绝 猛人连连扑倒 再不敢随意墨进 目送刘远程全身而退 很快 刘远程大战数十名刀手的故事 便传到九龙皇帝向前耳中 这般青年才俊 如为我所用 岂非天助我也 向前让林景出面 请刘远程来府上见面 却见此人精神出众 疏落洒脱 向前暗自欣赏 问起桑子 还是陆丰老乡 相谈甚欢 不由更加喜欢 向前更进一步 圣妖共谋大业 来人推说是负名难违 无意江湖 原来刘世忠早就告诫刘远程 世道险恶 只许娇权 不许涉足江湖 向前不好再强求 不过刘远程更不是迂府之辈 答应给向前手下娇权 指导格斗 兵主尽欢 向前也尽刘远程无意人品 双方结下一段望年莫逆之交 随后 刘远程在九龙城寨开下拳馆 向前更是在离港之前 将向家南甸的胡椒 托付给刘远程 向华强一班兄弟 直到三代向展伟 练的都是职承刘远程的 蔡牧派拳法 此间也有不少武林人士上门挑战 刘远程曾与招折服某男派名家 近身缠斗 将一两百磅柔道高手拉下马 使蔡牧棍挑落某香港棍王 一时在江湖武林两届传为佳话 自古五一不分家 刘远程在开拳馆的同时 也开了一家医馆 一手教练蔡牧拳棍 一手救治跌打伤病 生徒日多 而后刘远程在红看开了一家更大的拳馆 进入七十年代 向华强兄弟先后成人出头 向华强作为武打演员 出演过多部动作电影 向华强学所成 自己还开了一家拳馆 功夫同样不俗的向华盛 更在多年后的采访中 对李小龙嗤之以鼻 向家兄弟名传大江南北 却先有人知他们多事 练刘远程教的蔡牧拳出身 冥望日盛 刘远程与同门在九龙城寨建里 蔡牧派国术总会 并被推举为首级领导人 接着又以香港武林人士 联合发起成立 中华武术联合总会 并成为中间骨干 1995年四眼龙向华盐 在九龙城寨筹办天地父母保盐联谊会 被邀请为创会董事 刘远程的徒弟刘彪出版的 南少林蔡牧拳一书 也有向华强不少支持 向华明更是蔡牧派历次聚会活动的常客 不仅比面出席 还会亲自上阵打一套 晚年刘远程见从前台弹出 并于1999年病逝 门徒刘彪、刘志杰等 在港开办多个蔡牧派国述会 至今未然成为南派武林一大支麦 本期到这结束 下期更精彩 喜欢的看官记得点个订阅 避免迷路 我是仲恒传媒 我们下期见